怎么样能做到控制好体重 不让体重过胖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 第一个小窍门呢 就是每天吃饭尽量控制在七八分饱 长期坚持 这有助于你的体重的控制 或者说呢 我们把它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吃饭的尽量少吃一两口 这个话更接地气 就是离着吃饱的状态 我们让他欠着点 这个时候如果长期坚持对于控制体重 尤其是好多肥胖的朋友有好处 其实呢 好多人他这个胖就是因为 平时吃的都是十分饱 其实当十分饱的时候 我们能量摄入就过量了很多时候 所以说大家注意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建议大家呢 尽量定时定量的用餐 这个好多人做不到 尤其是上班比较忙的时候 但是呢 大家尽量定时定量用餐呢 有助于控制总量的同时呢 就是因为你吃饭不太晚 这样的话呢 也有助于不是过饿的状态 减少这种 因为太饿了啊 这个比较饥饿的状态 摄入过多的能量 第三点呢 建议大家吃这个食物尽量选择 这个低能量的食物 比如说像蔬菜啊 全骨类食物啊 尽量的这个多一些 因为这些食物饱腹感强 同时能量低 你比如说你要吃这种高能量的食物 比如说早晨大油条 大油条 同时大糖饼 不但油高 糖高 这种食物吃多了 你就容易胖 所以说呢 像这种高脂肪 高糖的食物 大家减少啊 使用量 而且呢 这是特别给大家说 那种加工类的肉食 不健康 不但是他这个放进去的啊 这种添加剂多 同时呢 好多时候能量也高 大家一定要注意尽量少吃 同时啊 在进餐时间上 建议大家别太快 别太慢 尽量我们做到细节 慢炎 同时时间也别太慢 啊 同时也别太快 因为你狼村虎炎 有就有可能吃进去的多 而吃的时间太长 这个也容易下筷子多 摄入能量超标 所以说建议大家 每餐时间20分钟左右 再一个呢 我最后一点建议大家 少外出就餐 尤其是华灯初上啊 这个咱们中国大地上啊 无论城市农村 饭店里坐满了人 尤其是中年男人 你老上饭店里 酒店里吃饭 你就容易胖 你看看你那肚子 是不是都是有啊 肚子上都是有腐形肥胖啊 代谢综合征啊 进而慢慢的一上岁数 心脑血管疾病啊 实际上就是饭店饭吃太多了 饭店的饭 为什么好吃 就是因为油大 盐大 糖多 这种情况下呢 味觉感觉好 但是呢 就容易能量摄入超标 大家时常外出用餐的人 都有这种感受 所以说呢 我们尽量减少外出用餐 这一点很重要 对于保持体重 保持健康 尤其是保持血脂血糖 血压的健康 总而言之啊 张大夫今天几个小诀窍 希望能帮到大家 视频下方 咱这个中国人 如何吃更健康 这个专栏课里 咱们讲了更多的 这方面内容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进去看 因为里头咱们讲的 更详细 总而言之 希望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想要健康起来 从日常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开始改善 做得好 慢慢的健康 就随之而来了 你说对吗 好了 今天说到这吧 更多健康问题 大家可以关注张智英大夫 后面咱们慢慢讲 我可以关注张智英大夫 我可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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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关注